大家好,欢迎来到趣味旅游汉语的课堂。 我是谭老师。 这节课,我们要和大壮美丽一起走进中国的饭店,去品尝一下桂林的美食。 美丽,你想吃什么? 来桂林了,当然吃啤酒鱼。 啤酒鱼,是一边喝啤酒一边吃鱼吗? 当然不是,啤酒鱼,辣的好吃。 我也喜欢吃辣,我们再要一份炒鸡蛋,怎么样? 好的,我喝可乐,你喝什么? 我喝茶,老板来一份啤酒鱼,要辣的,一份炒鸡蛋,要两碗米饭和一瓶可乐。 我们吃完饭,去看演出,我预定了印象刘三姐的票。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课文的生词。 今天有七个生词,请大家跟老师读。 词zu,啤酒。 披酒,啤酒。 辣、辣。 � prés 老板,老板。 好的,读完生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们是什么意思。 请看第一个。 这不是一瓶啤酒,这是一厅啤酒。 这儿有很多啤酒。 它们是一打啤酒,一打啤酒。 一瓶,一听,一打。 这是啤酒,这是……对,这是鱼。 啤酒和鱼在一起是我们今天要吃的啤酒鱼。 啤酒鱼。 啤酒鱼。 这是吃啤酒鱼的饭店。 看一看。 啤酒鱼。 啤酒鱼是什么呢? 请看啊,这是啤酒鱼。 啤酒鱼。 我们学习第二个生词。 辣。 这儿有五种味道。 五种味道。 辣。 辣。 在这儿。 请跟老师读。 辣。 辣。 你们喜欢辣吗? 你们喜欢辣吗? 嗯,不喜欢。 那,喜欢什么味道? 酸。 酸。 喜欢酸吗? 哦,喜欢甜。 甜。 第三个,苦。 苦。 。 这种蔬菜很苦。 咖啡,苦。 生病了,吃药,苦。 这一个,咸。 咸。 五种味道,请跟老师说。 酸。 甜。 苦。 辣。 咸。 酸。 甜。 苦。 辣。 咸。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生词。 炒。 嗯。 他在炒。 炒。 炒。 炒菜。 炒。 这是炒饭。 炒。 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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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炒面。 炒面。 炒面。 这是炒鸡蛋。 炒鸡蛋。 炒鸡蛋。 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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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生词。 老板。 老板。 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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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市的老板,超市的老板。 饭店的老板,超市的老板,老板。 看下一个词。 份,这是一份甜点。 一份,一份甜点。 这是什么? 这是快餐,这是一份快餐。 一份快餐。一份甜点。一份快餐。一份。 看下一个,这是什么? 这是碗。 对,很好,这是碗。 那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碗米饭。 这是一碗米饭。 这是,对,这是可乐。 这不是可乐。 这不是可乐。 这是可乐的瓶子。 瓶子。 我们可以说,这是可乐。 这是一瓶可乐。 一瓶可乐。 这是什么? 我们刚学了,这是一瓶啤酒。 一瓶啤酒。 一瓶啤酒。 一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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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瓶也是量词。 一瓶也是量词。 一份甜点。 一份快餐。 一碗米饭。 一碗米饭。 一瓶可乐。 一瓶啤酒。 一瓶水。 一瓶水。 它们都是量词。 好,我们生词就学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课文的语法。 大壮说,美丽,你想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 大壮不说你吃什么。 他说你想是什么? 想。 再看哦,美丽说,好的,我喝可乐。 你想喝什么? 你想喝什么? 想。 想。 哦,想。 想。 我们想和动词常常一块用。 想做什么? 看一看哦,大壮问美丽,你想吃什么? 美丽问大壮,你想喝什么? 我们常常说,你想看什么书。 你想看什么书。 你想听什么歌。 可以说,我想吃啤酒鱼。 我想吃啤酒鱼。 我想。 我想。 喝可乐。 我想。 喝可乐。 我想。 喝可乐。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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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故事书。 我想。 听。 中文歌。 我想。 听。 中文歌。 我想。 听。 中文歌。 我想。 我想。 不听。 中文歌。 下面有。 我不想。 吃啤酒鱼。 我不想。 喝可乐。 我不想。 看。 故事书。 我不想。 中文歌。 上面。 下面。 不一样。 哪一个是。 对的呢? 哪一个是对的? 请大家注意。 我们说。 我不想。 吃。 不想。 喝。 不想。 看。 不想。 听。 这是。 对的。 上面的。 不对。 啊。 我们说。 我不想。 吃啤酒鱼。 我。 不想。 喝可乐。 我不想。 看中文书。 我不想。 听。 中文歌。 不想。 想。 好。 我们再来。 说一次。 想。 做什么。 你想吃什么。 你想喝什么。 你想看什么书。 你想听什么歌。 。 我想吃啤酒鱼。 我想喝可乐。 我想看故事书。 我想听中文歌。 。 我不想吃啤酒鱼。 我不想喝可乐。 我不想看故事书。 我不想听中文歌。 想。 不想。 好。 请大家记住。 我们来看下一个语法。 大壮说。 你想吃什么。 美丽告诉大壮。 来归零了。 当然。 当然吃啤酒鱼。 当然吃啤酒鱼。 当然。 不会有别的想法。 不会有别的选择。 当然。 当然吃啤酒鱼。 好。 啤酒鱼一边喝啤酒一边吃鱼吗?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啤酒鱼辣的好吃。 当然不是。 啊。 好。 我们看一看。 当然。 你吃什么。 当然吃啤酒鱼。 一定的。 一定的。 。 你是中国人吗? 当然不是。 你喜欢汉语吗? 当然喜欢。 没有问题。 当然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 没有疑问。 。 好。 请问。 你们想来中国吗? 你们想来中国吗? 你可以说。 我当然想。 当然想。 。 请问。 你知道桂林吗? 当然。 当然知道。 当然知道。 请问。 喔。 你吃过啤酒鱼吗? 你吃过啤酒鱼。 你吃过啤酒鱼吗? 您吃过啤酒鱼吗? 当然。 没吃过。 当然。 没吃过。 当然想。 当然知道。 当然没吃过 好,我们再来看 啤酒鱼是一边喝啤酒 一边吃鱼吗 一边 一边 一边喝啤酒 一边吃鱼 吃鱼的时候 喝啤酒 吃鱼喝啤酒 吃鱼喝啤酒 我们说一边喝啤酒 一边吃鱼 两件事情同时做 叫一边一边 请看图片 他听音乐 他看书 可以说 他一边看书 一边听音乐 一边看书 一边听音乐 他呢 看报纸 看报纸 吃早餐 他一边吃早餐 一边看报纸 一边吃早餐 一边看报纸 他在做什么 他在走路 他还在做什么 他在玩手机 我们可以说 他一边走路 一边玩手机 一边走路 一边玩手机 好 我们看一看 他们 他们一边吃饭 一边什么 他们一边吃饭 一边聊天 他 他 对 很好 一边吃饭 一边打电话 一边吃饭 一边打电话 他 他 在做什么 很好 他 一边吃饭 一边 开车 一边吃饭 一边开车 这样 不好 一边吃饭 一边开车 不太好 好的 一边一边 我们说完了 来看一看啊 课文 一共有 三个语法点 都学完了 我们要读 一次课文 请跟老师读 美丽 你想吃什么 来桂林了 当然吃啤酒鱼 啤酒鱼 是一边喝啤酒 一边吃鱼吗 当然不是 啤酒鱼辣得好吃 我也喜欢吃辣 我也喜欢吃辣 我们再要一份炒鸡蛋 怎么样 好的 我喝可乐 你想喝什么 我喝茶 老板 来一份啤酒鱼 要辣的 一份炒鸡蛋 两碗米饭 和一瓶可乐 我们吃完饭 去看演出 我预定了 印象刘三姐的票 好的 课文读完了 大家想一想 在桂林 还有什么好吃的 我们有啤酒鱼 非常好吃 那还有什么呢 请大家来看一看视频 桂林有很多好吃的小吃 欢迎收看最有感觉 我是可敬 我们现在来到了桂林的梨江 这是什么 这是螃蟹 这是鱼 这是小虾 这是小饼 你可以这样 鱼虾 螃蟹 小鱼 都可以要一点 一样要一个饼子也可以 那就三串螃蟹吧 三串都要螃蟹 这都是梨江那里 对啊 梨江三宝嘛 小鱼 小虾 螃蟹嘛 它会不会咬人 不会 一样有夹 你不要碰到那个夹 就不会 夹到你 来来吃小鱼啦 小虾 梨江三宝 小鱼 小小河 这叫小吃吧 小鱼 小虾 还有螃蟹 这还有一点 这锅里面炸 好 具体怎么炸到 我们没有 螃蟹来说 这什么是鱼 那这是 鲜活的 好小个了 炸出来之后 它就串成串串 然后把它串成串串 然后拿下去炸 它壳呢 是已经剥开了的 要一串螃蟹是吧 特别鲜美 让它炸了 就稳住一下 那不稳住一下才能吃 在这里的鱼 那那个壳也可以吃 破坏了 破坏了 好脆啊 嗯 觉得看完这个景色 再吃上这一块 螃蟹 特别美味 感觉还是挺惬意的 因为这里的空气有点湿 但是吃完这一个 挺 因为吃热的食物 吃下去还是挺不错的 小螃蟹 吃起来还挺有味道的 与那个海蟹不同 这河蟹 吃起来就更加的鲜美 其实从 那里面一路过来 到这个黎江边的话 一直都有这种小滩的 这种炸 小小虾呀 还有小鱼呀 就河蟹的这个东西 我实在也忍不住了 就买了这个 来吃 刚才看了桂林的小吃 请大家自己来桂林 看一看 还有没有更多的小吃 美丽说 吃完饭 我们去看印象刘三姐 这印象刘三姐 是什么 请看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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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到这儿 再见